主持人好 破終於夏天山有論化 一個重複火難強 所以我為什麼會要做這件文章 因為基本上我就是希望從不同的角度 去看夏天山畫作 然後擴展夏天山畫作的新視野 他也強化我的藝術研究 那我基本的態度就是以副回主體的態度 那副回主體就是說 我跟夏天才有兩個人做 副回主體 我跟兩個都會主體 地位對等 然後彼此對話 建立關係 然後我們來看看在這個關係之中 會呈現出哪些狀態 可以去思考 那既然要副回主體 我當然要講一下我自己 讓大家知道我這個主體怎麼樣 那喜樂篇文章當然跟我對幾塊 我學了幾個專業 其中一個就是中醫 那中醫呢 就從中醫的視角 我就會看出可能有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那這不一樣的東西 去詮釋夏天才的畫作 他就可能會有不一樣的觀點 那近兩年來 我也參加過夏天才的學術研討會 然後自己也找尋夏天才畫作的圖片 然後研究 思考 然後因此認識夏天才的畫作 那其中我會中規復武這張圖 音效課也深刻 這是中規復武的圖 那為什麼呢 第一個 我最基本上 我就覺得他呈現了一些關係 我認為他是關係主義的圖形 首先你要說那個什麼呢 我再講和諧關係 畫中的腦火 他很平靜 腦火本身是龍獸 可是你看看畫中的腦火 他很平靜 跟中規復一起原料 然後 所以這個呢 就呈現了一個 人五香 誤我合一的一個禁定 我們可以去想想看家裡的貓是怎麼樣的 他畫中的腦火就像他的貓一樣 溫泉 再來我想說 對比的色彩關係是這樣子 我看到這個畫的時候 有一個很吸引我 我覺得這是老虎 特別是老虎的白毛 他白毛畫得很細緻 然後這毛很細緻 而且我感覺很立體 所以他那個軟綿綿的毛 都讓我體驗到了 但是呢 他的中老部分就我個人感受 就是說他就比較愛 那這樣的話 我個人主觀的心態 就會覺得 這個老虎 在這個對比性的呈現之下 那老虎被凸顯出來 那這是一個對比性的色彩關係 然後 這對比性的這個色彩關係 凸顯了老虎之後 你們再看看這個 老虎還有 除了老虎之外 還有環境啊 老虎 老虎跟那個中規啊 還有那個 這些環境啊 來比的話 這些 比如說中規的穿的衣服啊 還有那個 比如說樹啊 那個草啊 那個色彩 卻是一個不是說 很像老虎的白毛那樣 他們的民貿 他是比較樸素淡然 所以你老虎啊 跟其他環境背景相比 因為我認為我又是一個對眼的關係 所以這個呢 就是很吸引我的一個注意 那我看了這個畫之後 還有一幅畫 就是中規蕎 那這個中規蕎在某些方面 跟中規蕎有點類似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中規蕎 下面幾個小鬼啊 比如說去看一下 這幾個小鬼啊 就跟老虎一樣 也是很很溫許的人 就是說 不是說 不是一般把你感到很邪惡的這樣 那就是說 也是一種和諧的關係 所以我認為這兩個人有很類似性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他的題詞 他提詞說 正大光明 讓我自然消 這就很明顯 就是我正 正邪上面 我正不是滅邪 我正只要光明正大 那你自己就會消死 消除掉 那還有一個類似的就是中規蕎入圖 那我主要不是講這圖 我也是要講到題詞 也是一樣 他題詞是 心正真誠 光明正大 自然感蕩蕩 百邪 不敢清 這也是一個很多寫的正經觀 而且這個 正氣體詞 我認為跟中規已經完全一致了 中規我們是說 正氣存內寫不可能 但 幾乎可以說是完全一致 那我為什麼剛才做了那麼多詮釋 這當然跟我詮釋背景有關啊 我私學中醫 中醫他強調關係主義 天人惡意的關係啊 力量關係 武器關係 政協關係啊 還有我的深藍 環境背景啊 是在漢文創造圈裡面 漢文創造圈裡面 漢文創造圈也強調文底關係 這也有什麼關係 藝術的本質他也是關係啊 創作者跟作品跟戲創者都是關係 那我中招所接觸的都是關係 那當然這會影響到我上面的詮釋 那既然我們 這個 我的問題是 是要主要從中醫探討 所以我呢 就稍微講一下中醫美學的內藍 那簡單來講起來 我歸納成六美 其實中醫啊 就是一個美的圖 我他有哪些美的 第一個 他天人惡意的整體美 就是人與環境啊 天人之際啊 彼此來源是相同的 結構是相同的 規律是相同的 那天人彼此不相爭 而是和平共同 沒有所謂人性不正平的這個狀態 在陰陽平衡與對測 還有武器平衡 陰陽兩者呢 他是平衡的 而且這是萬物發展的法子 在五行啊 陸火魯金水啊 他也是平衡的存在 他不是誰贏過誰啊 大家都一樣大 沒有誰比較大 那人的環境呢 就像陰陽關係一樣也是平衡的 所以說呢 我們在生活上環境裡面 我們人是出體 但是跟環境啊 就是 兩者要對 要和諧相處 就是一種陰陽關係 不能說說 怎麼人定勝天啊 最後 最後自己把它被打敗 再來 正氣欲邪之強的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正氣層內邪不可安 我不消滅你 因為你存在的空間 那我也有存在的空間 大家和平共同 沒有殺戮情心 那柔和民論的色彩 中醫強調五行 然後五行的五色 青色方塊 不只要存在 而且要民論柔和 要白以透紅啊 要鮮白啊 不應該暗淡如光這些 那這個跟夏天山的畫作 我覺得稍微有點不一樣 那等一下我再說明一下 那鐵蛋裡包容的 那綜合以上的唯一指導台 中醫啊 包容的牆 那各種動植物啊 微生物啊 礦物啊 季節氣候啊 都是在天底下 暗淡的存在 在人體意識與健康之美的圖型 就是中醫指章啦 我的身體要保持美麗 美麗就是健康 所以我們中醫會說 要用方壓來保持青春化 然後這跟夏天山又有點不一樣 那雖然我 我講的中醫呢 他每學是這樣 那這樣我們 跟夏天山的畫作 來中醫一些對話來變成 大家想像有一個舞台 舞台上面有兩個人 一個人的名字叫做中醫 一個人就是夏天山 兩個人在對話 那中醫就說 我有天人合一平的對稱 色彩多和民論 簡單包容啊 然後我也每天同化 夏天山說 你有的我也有 我也是天人合一啊 才是天淡無爭包容啊 和喜啊 那夏天山就說 可是我們兩個 還是會有稍微的不同 我的色彩如何 但是不一定要明白 像我剛才講的 老虎可以說他 老虎 但其他不見了 那我的 我畫的身體也不見了 所以一定要很美 像我中褲腰 畫一點花張 然後突然他存在 這我們兩個稍微有點不一樣 但是我們兩個細節是很不一樣 但是我們原則還是一樣 因為我 之所以不同 我是要保留變同與彈性啊 那你們中醫也是啊 你們中醫也是說要有變同與彈性啊 用藥的君臣佐使啊 不是說完全平衡這樣 那你們上海論也說啊 關起麥真之 換合命誰真之 所以什麼事情都要有彈性 不能夠僵化就是 所以我們原則還是一樣 那所以呢 我們來看看 其實夏天山畫作人跟中醫的思維就很交集 中醫天人而已 也要對你名額啊 然後心主一切 就是說他不只跟夏天山的作品相通 甚至我認為是 你要說他相同也不為過 那就算你說他有點不一樣了 至少可以說他的兩個有交集 那為什麼兩個有交集呢 我們如果說 用社會學的想像 就是賓爾斯他 講到社會想像的這個理論 他說啊 個人的經驗 整個社會結構有密部分的關係 所以華德社會啊 他就有華德社會共同的精神 然後夏天山的中醫 都是在華德社會底下的那個分子 所以他們就會創造出相似的東西 那這相似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看 也就是華德社會的共性 你看千人合一的思想 很多學說都是耶 至少大理上是不是 那陰陽的對比 對比現在這個我們根本沒有說 我們信仰啊或算命啊什麼 這已經生殖於社會 這個我想大家都知道 這是基本常識 那華德社會呢 大理上也是強調國際的關係 比方說講求人情味 那基於沒有什麼社會學想像之理 這個呢 社會結構之後就會影響到 華德社會底下的次元素 然後終於跟夏天山的化作 這兩個會有沒時間 那基於上呢 我們就見過一下夏天山化作的心理意義啊 還有他產生的一些人生的意義 心理意義就是說 我們基於剛剛我們講的兩個交集 所以我們會知道夏天山的化作 不僅是具有美感的藝術 他可能也具有醫學的意義 因為夏天山說嘛 你醫學有了 那我也有 所以你醫學可以治療這些元素 我應該有一些 那我引用這個范靜民這篇文章就是說 他裡面有講到 藝術對心理會有作用 藝術對心理會有影響力 既然如此 藝術對心理健康應該就會有影響力 所以至少藝術在心理精神的治療上 就作為重點意義 他重點又強調生西醫體 所以我們推得下去 藝術對生理的健康應該也會有作用 那野生的藝術 簡單說就是說 我們說啊 我們要想到一些就是 美它不是只有少型藝人物 它也是健康的展現 那終於呢要探索美感 藝術要思考 就是這兩個要互相思考 那還有一點就是 關於藝術中的物體藝術物 如果物體藝術進階高的 他可能會有這個保健的作用 那進階低的那就不一樣了 那希望這十個研究能不能再繼續下去 因為這是比較新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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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